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继给大家播讲《满台美国史》 上次我说到在1899年9月,在芝加哥就召开了一次讨论有关托拉斯的专题会议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托拉斯,大家各述己见 那么对托拉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左翼工会的领导人约翰·海斯 在他的发言里就指出,托拉斯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生产和价格等有关制造商的合法运作问题 它已经被提升到了政府政策的高度 包括人权问题、个人自由、公民地位、公民尊严、自卫权利 关于财富权利的限制问题、商业侵权问题 如何创建能够保卫民众自由、人格和独立的平常问题 他认为托拉斯这个概念是如此的不肯定 如此的含糊和如此的不确定 所以必须首先对托拉斯做出可靠的界定 另外一位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当时美国左翼著名的领导人韦伯斯特 他将托拉斯定义为控制生产和价格的一种联合 这个定义提供了民众从法理上批判他们的充分理由 因为控制生产包括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也包括公民的自由 实际上这是人类政府存在的形式 所以韦伯斯特的结论是 托拉斯的政策是一个反对社会最大利益和摧毁我们自由制度和对大众政府的有组织的肆意的侵犯 那么另外一位社会主义者认为 为了处理托拉斯必须了解托拉斯的起源 托拉斯它不是一个怪物 而是一种现象 它还会继续发展 在20世纪某一个时候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的工业都会在托拉斯的控制之下 我们无法停止托拉斯的发展 犹如试图在河上筑坝 去阻止浩浩荡荡的密西西比河一 他认为一旦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建立托拉斯之后 资本就会全面的改变它的性质 托拉斯机器完全准备交给民主社会的手中 也就是被大众所控制 没有人能够想象 一个社会化的工业将会再次被分裂成成千上万个小企 所以他认为对于托拉斯 民众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未来的企业能够实行工友和管理 第二个事情是要保护劳工反对托拉斯 第三件事情就是让一些私人企业 尽快的实行公共控制 也就是建立所谓的公共事业 比如说城市所有的市场建设等等 那么当时在这个会议上 要为托拉斯辩护的制造商 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一位代表说 在一些合理的有限联合企业内部 能够减低生产成本 这样的联合企业 能够使用最新的改进来的机器 和让总的设备工具 适应技术上的进步 这在资本缺乏和规模很小的企业里 是很难实现的 联合对于社会是安全的 资本的联合建设了铁路 降低了交通运输费用 美国钢铁生产 正在适应整个世界的需求 甚至美国本身的需求 他还认为在美国 除了国家特取的企业之外 真正的垄断是不可能出现的 工业领域内的联合 不会影响中间商的利益 那么这些辩论都表明了 当时美国的农民 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 对于托拉斯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 他们严厉批判了托拉斯 揭露了托拉斯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弊端 只是托拉斯的存在 违背了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 但是工厂主和编辑代表 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 肯定了托拉斯给美国社会 带来的进步和利益 认为托拉斯的建立是符合美国精神 那么对于那些大企业家来说 他们是如何看待托拉斯的呢 约翰·洛克菲勒1899年 在美国国会工业委员会作证的时候 讲述了他的石油公司的起家历史 他极力的维护托拉斯的合理性 及其优越性 但是洛克菲勒就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企业发展 变成可能的时候 我们发现进一步的集资是必要 我们需要获取和需求人员和资本 所以就组成了100万美元资本的 美副石油公司 赫拉姆发现有更多的资金可以获得 发现更多的投资者对企业有兴趣 我们的资金很快增长到了350万美金 因为企业增长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取得 更多的个人和资金投入到我们的企业 新的公司代理处组织起来 但目标经常是相同的 那就是用提供最优秀和最廉价的商品 来扩展我们的事业 在谈到美副石油公司成功之道的时候 洛格菲勒说 成功在于坚持这样的政策 通过优质廉价的产品 极大的扩展它的企业 在发现获取和利用最优最省的生产方法上 不惜工本 寻求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 并为此支付高额的薪金 为了更好和更新的设备 毫不犹豫地淘汰旧的机器和旧的工厂 将工厂设在能以最低价格供应市场的地点 不仅为主要产品 也为所有可能的副产品寻求市场 为使他们打入市场不计工本 毫不犹豫地投资数百万的美金 在减低储存和分配石油的方法上 使用输油管 特种卡车 运游轮船和运游车 在每一个重要的铁路车站 修建汽油罐 以减低储油和送油的成本 不惜代价地把产品打入到世界市场 包括文明的市场和不文明人的市场 那么对美国石油充满信心 投入数百万美金来实现它的目标 固守市场 同俄罗斯和其他所有产业国家 以及反对美国石油的竞争者进行竞争 除了做出这样的陈述之外 洛克菲勒还认为 关于工业联合的讨论已经太晚了 工业联合是必要的 如果美国人在全美各州和海外 都具有扩展他们企业的特权 那么它必须是大规模的 而且是需要更多的企业代理 关于工业联合的优越性 洛克菲勒总结说 一 这能调动必要的资本 二 能够扩展企业的范围 三 可以增加对事业感兴趣的人的数量 四 可以节约企业费用 五 企业因为很多具有丰富精力的 有关人员的知识 而获得对应的改进和节省 六 授予公众的权利 以更低的价格改进产品 和依然能让股东获利 七 可以给劳工以永久的职业和良好的金金收入 那么当我问到托拉斯会对公众造成哪些主要的弊端和危险的时候 洛克菲勒的回答是 危险就在于被联合企业所授予的权利很有可能被滥用 在于组成联合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事业 而是为了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 因而价格会被暂时抬高 而不是降低 这种滥用权利的事情 在不同程度上 在所有的大企业或者是小企业里都可能出现 但这种反对联合的争论 就像是因为蒸汽也许会爆炸 而反对蒸汽一样 其实蒸汽是必要的 而且也能使它做到相对的安全 联合也是必要的 它的滥用权利也能够被限制到最小的程度 要不然我们的立法者一定明白 他们缺乏能力去处理最重要的工业工具 迄今为止 大多数的立法企图不是努力去控制联合 而是想要摧毁它 所以他们是徒劳的 那么这些对于托拉斯的从不同角度的争论 不仅反映出托拉斯在美国的出现 给美国带来了多大的震动和影响 而且表明托拉斯垄断组织的形成 给美国不同阶层的人带来了不同的利弊 实际上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出现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为垄断阶段 这是必然的历史发展的进程 是在工业革命的猛烈推动之下 生产高度集中和资本高度集中的 必然的逻辑发展 各种垄断组织包括托拉斯 都是垄断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事物 它们的产生不是以人类主观意志作为转移的 它们的优劣和利弊 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不会因为人们的反对而不存在 那么人们只能是根据这种客观存在 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水平 那么20世纪初 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 当时垄断的形成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 那么巨型企业它适应了大生产的需要 总之垄断的形成正是自然发展的产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工业革命 它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 它势必会造成生产的集中 集中就会自然的趋向于垄断 而垄断企业所实行的现代企业科学的管理方法 也符合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需求 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自由竞争中所出现的某些弊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在不触动其根本制度 也就是私有制的条件之下 为了适应生产力高度发展 实行了一种内部机制的调节 当然垄断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某些阻碍 寻求高额利润会驱使垄断企业产生一些弊端 而且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 也并没有因为进入到垄断阶段 而解决或者消失 反而因为和垄断相结合 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新的规模 所以经济危机还是周期性的出现 它和竞争一起 会以更高的形式 甚至是更为激烈的程度而出现 但是总体而言 垄断的出现和形式 对于当时美国的整个社会来说 还是利大于弊的 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 是要剩余其负面效应 所以托拉斯的产生 这是工业发展是在弊形的趋势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当托拉斯刚刚在美国出现的时候 就有人反对 并且主张禁止托拉斯 但托拉斯还是不断的发展起来 日胜一日 迫使人们对它改变了看法和转变了态度 在1月13年之后 美国在托拉斯问题上 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倾向 那就是主张管理托拉斯 而不是解散托拉斯 国会也顺应了这种情绪 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所以20世纪初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 在美国全民的辩论声中 最后确定了起来 那么垄断组织的形成 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前行 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类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的提高而实现 那么当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之后 就让大企业家们 对于美国的发展 所发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成为了美国一支特殊的历史力量 想要对大企业家下定义 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这些大企业家 往往有着各种不同的头衔 或者是称呼 像实业家 工业政治家 投机家 发明家等等 一般来说 他们是企业的创建者 组织者和管理者 有的也是发明家和创新者 他们是垄断化的推动者 他们是托拉斯的领袖人物 他们有很多人 是美国各行各业中的 所谓的大王 汽车大王 钢铁大王 石油大王等等 他们同时也是银行家和工业家 还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 他们更是政权市场上的投机家 二十世纪初 在美国最富盛名的主要的大企业家 包括约翰·洛克菲勒 安德鲁·卡内基 约翰·摩根 托马斯·艾迪生 亨利福特等人 那么这些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发展和成熟 是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相一致的 可以说 他们的产生 也是垄断化的直接产物 美国内战之后 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开展 大企业的崛起 美国才出现了大企业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随着垄断的兴起和高涨 大企业家群体逐渐形成 二十世纪初 美国出现第一次企业精命高潮 垄断化基本完成 美国大企业家的群体 也开始进入到成熟阶段 并且形成了财团 这个新的顶尖阶层 在垄断形式上 他们开始采用控股公司的新的形式 而洛克菲勒在这方面独领风骚 1892年 美副石油公司解散之后 新泽西州首先通过了 有利于美副公司的控股公司法 允许一家公司拥有其他州的公司股票 1899年 美副托拉斯改组为控股公司 名字叫做新泽西美副石油公司 洛克菲勒成为了最大的股东 掌握着公司股票额的25% 总公司下设41个子公司 子公司又拥有70多个下属公司 后来呢 又把资本投入到金融界 控制了六家银行 形成了垄断财团 那么1911年5月15日 美国最高法院责令其解散 解散为34个独立公司 不过原来股东的地位 并没有发生变化 洛克菲勒仍然掌控着实权 财团的势力不可动摇 摩根财团也同样如此 所以20世纪初 美国就形成了八大财团 那么财团形成之后 这些大企业家就成为美国财富和等级金字塔的巅峰 人数不多 能量极大 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 恰好不是工业资本 而变成了金融资本 1892年 美国报刊列出了全美3045名百岸富翁 很快又增加到了4047人 1900年 参议院又筛选出了25名百岸富翁 这些人控制着各大垄断财团 垄断财团的势力日盛 仍然成为了一个金融王国 就像一位美国评论家 在20世纪初所评说的那样 美国钢铁公司每年的收益和扩展的钱财 超过了除世界上最大的政府之外的所有国家 它的债务比欧洲很多较小的国家还要大 它绝对控制了将近马里兰州或内布拉斯加州 那么多人口的命运 并且直接影响着数量再次翻倍的人口的命运 那么这些大企业家 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头衔 都是和企业和垄断联系在一起的 和财富密不可分 所以人们在评价大企业垄断和托拉斯的时候 都是和这些大企业家直接挂上钩的 要不对他们进行抨击 要么对他们进行称赞 毁育不移 见仁见智 从大企业家出现之后直到今天 美国就有一批黑幕揭发者 把大企业家们描换成来自上层的 想要毁灭人类文明的阴谋家 并且会用大量的调查材料 来揭露这些大企业家们卑劣的发迹史 像1934年 美国的史学家马修·约瑟夫森 就出版了一本著作 名字叫做强盗大王 1861年到1901年 美国的大资本家 他对于美国的大企业家们 正是惯之以强盗大王的恶名 但是他说他的这个称呼 出自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开萨斯绿被纸臂者和平民主义者的民间传说 说这些强盗大王夺取了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大企业家曾经被笼统的作为垄断资本家阶级 被树立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和阻碍社会发展和腐朽生产关系的代表者 而被加以全盘的否定和鞭斥 有相当数量的人 想把大企业家们 永远的盯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遗筹万年 那么大企业家们受到的抨击 有多么的激烈 为他们辩护的言论 也有多么的激烈 不过最初呢 为大企业家们进行辩解的 恰恰是大企业家们本人 关于他们到底怎么说呢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